男子受困倒在河床上 瘫软无力 无法自行起身 索性救难人员及时发现 出动直升机将他掉化下山 送医治疗 意外就发生在河欢山 19号这名53岁的实性男子从新竹出发 独自攀登河欢北方并踏访台湾池 他原定单工来回 却迟迟没有回家 隔天也没去上班 家属联络不上人 马上报警求救 当地消防货报先是在河欢北风登山口发现他的轿车 他们研判他还在山区里 考量失踪点在南投花莲交界 两地消防局都派人抢时间搜救 来自欧洲捷克的跑山兽罗培德 凌晨一收到消息 也热心出击加入搜救队伍 利用超强越野角力主动前往西谷搜索 找了一整晚果真在距离登山口约1.2公里的河欢溪 与台湾池汇流畜 找到失联两天滑倒骨折 全身湿透的实性男子 在跑山兽呢 则依据他的一个搜救经验 去针对西谷的地方做了一个搜救 那很幸运地在今天早上跑山兽入山之后 他就已经在8点20左右 那个发现了这个伤者真的是导卧在膝床部分 消防人员依照周边的山势 研判失信男子可能在台湾池附近走错路了 所以误入溪谷跌倒 跑山兽罗培德利用专业在黄金时间内抢救成功 捡回一条宝贵性命 TVBS新闻高知宏花莲采访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